除了這個問題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想請教您 這位朋友他說他中午去買便當的時候 到了餐館去被別人打劫了 損失了幾百塊錢 拉扯的時候身體受到輕微的傷害 這種情況是在餐館發生的 我可不可以找餐館來利賠呢? 如果他去餐館然後被人家偷走或搶走他的財務 他的這個錢是在他的皮夾裡面 還是說他的錢是有請人家代管 正常的情況下應該都是他自己收著 如果是自己收著 握在自己的手裡或踹在自己的口袋 被人家偷走了或搶走了 其實餐館不需要負這個責任 因為他當初沒有講說我幫你代管的 是你自己沒有 如果是他代管的 像有些酒吧 以前有講過 他們會寄衣服 高級豪華的貂皮 還是什麼非常了不起的名牌包 你把它寄放在人家酒吧或者是高級旅館裡面 他也同意說我幫你看管著 那這段時間不管是火燒水煙的小偷偷 或者是裡面怎麼消失了被人家拿錯了 那他有答應你 他要幫你看管 他就會百分百賠給你 那他現在沒有說你的皮夾他要幫你看著 但偏偏你的皮夾被小偷給爬走了 或者是有人進來搶劫的時候你把它交出去了 那這個部分不管是幾百塊錢 或者是你的皮夾是比較貴的 這個部分餐館是沒有賠償的責任 所以讓他搶走的沒有辦法 很抱歉這個就要用你自己的房子保險裡面的 財產險來賠了 那房子保險有可能他剛說幾百塊 房子保險裡面的財產險有一個致付額 不管是250還是500塊 那你這個如果被拿走的就這麼一點點錢的話 也不值得報出去 因為可能在你自負額以下 那但是他剛說他有受傷對不對 受傷的部分餐館就有這樣的一個保險 可以保這個受傷的部分 因為他有個medical pay醫藥費的部分 你在餐館裡面不管是被人家打了 或者是人家來搶的時候手把你拉傷了 把你拖在地上 我們那時候有看到有一些超市裡面 被拖刑啦 這種medical pay醫療費的這個部分 餐館的這個醫藥費的保險就會賠給對方了 就賠給受害者了 那其實這不是只有在裡面 有時候你拿了這個便當或拿了你買的東西 你出門人家喜歡你買的東西還要搶走 結果你在停車場受傷了被人家搶了 那這個醫藥費的部分呢 這些商家的責任險都會賠償給對方 所以人受傷保險會賠給你 但是如果錢財被人家偷走了或搶走了 兩三百塊錢的除非他有答應你他要幫你保存 要不然的話呢 這中間的糾紛這個保險公司是不會賠的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小心 尤其現在出門大家拿現金的很多嘛 那這個很容易被人家搶走 所以大家注意就是錢少帶一點 那人家要搶就給他吧 如果只是一點點的話 真的不要這個有人身傷害 就在這裡提醒大家 那房東也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房東是租給人家當餐館的是營業的 你務必要把對方的保險把自己的名字也架進去 要不然房東都是有連帶責任 比如說今天這個餐館忘了付保險費了 那人家在那裡受傷了 沒辦法賠給客人 客人有權利去跟房東要 房東是有連帶責任的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副大商業保險保險規劃師 尤惠玲小姐給我們的保險支持 謝謝你 謝謝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